大家好 金剛寶說嗨 我們今天呢 喔 金剛寶現在正在玩他的佩佩珠玩具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 看一下要怎麼做家事配桶 所以呢 我在網路上找到很多這種東西喔 這個呢 你在網路上面找一下就找到了 然後你把它列印下來 然後找出適合自己小朋友的 比如說像你的小朋友需要在學習刷牙 或者是不要吵架 分享玩具等等 等於就是家事 叫他們做家事的一個分類表 然後我們還需要四個杯子 任何杯子都可以喔 再來呢 我是用竹筷子 你也可以用西瓜或任何東西呢 只要是直立的都可以 等一下大家看就照我們 完成了 金剛寶過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用呢 做了這麼多個喔 有比如說像這個是 把床鋪鋪好 Make bed 然後呢 No fighting 不能吵架 一樣也是不能吵架喔 梳頭髮 Brush hair 然後 Cleaned up 收收收收拾 然後趕寶正在收沛沛桌的玩具 照顧寵物 Take care of Pat 像趕寶剛剛帶 滿足去尿尿 然後還有像 Do homework 做功課 然後還有像 Wash the table 擦桌子啊 Laundry 擦衣服等等 所以呢 還有像阿寶就需要刷牙 Brush teeth 兩個杯子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兩個容器 Rachel 阿寶已經寫上她的名字囉 To do 需要做的事情 完成的事情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給桿桿 一個先給她不能跟阿寶吵架 然後呢 再給她一個寫功課 Devotion Do homework 然後我再給她一個任務 是照顧寵物 然後我再給她一個 Pick up closest 把衣服撿起來 那她呢 一天當中從早開始 她完成一項任務呢 她就把它放在 比如說她完成了 Pick up closest 她就放在完成的盒子裡面 那到結束了一天呢 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把所有任務 所有家室完成的小朋友呢 就可以得到獎勵 那我們家的兩個呢 現在非常喜歡打電動 所以如果呢 他們有完成自己的家室 就可以怎樣啊 敢你講 玩電動文件 玩什麼 玩他們最喜歡的電動文件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家室分配桶 OK